嗨 我叫逸昇 逸昇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你的這個圓夢計畫是什麼嗎 就是當初進入社團的時候 就是有鑑於傳統戲曲布袋戲 在那個民間已經有點沒落了 所以我們指導老師黃世智先生 還有他是那個 黃俊雄大師的嫡傳弟子 對… 他就是非常鼓勵我們 就是從校園走出民間 然後社區這一區塊 那為什麼這麼多社團 你會選布袋戲 當初是因為 小時候就是有點興趣 一定拉麵很多啊 熱音社啊對不對 小時候就是因為興趣 有在看霹靂布袋戲 然後之前就是剛好有看到說 虎尾科技大學有這個社團 然後剛好進去這個學校 剛好就可以加入這個社團看看 其實這個路上 應該有碰到一些阻力嘛 對不對 有 好像曾經差一點要放棄過 放棄圓夢計畫 猜猜哪一個是最嚴重的圓夢殺手 大學生了沒 其實這個路上 應該有碰到一些阻力嘛 對不對 有 好像曾經差一點要放棄過 放棄圓夢計畫 猜猜哪一個是最嚴重的圓夢殺手 一 每練習兩小時抽筋破皮是家常便飯 二 台下觀眾只有十個人 還是三 兩年熟練一個角色 小波 我還在吃麵包 我就是因為妳還在吃 好尷尬 臉都很尷尬 還在吃法國麵包 三 為什麼 我覺得 像兩年才熟練一個角色好久 應該等 我應該等不到那時候 就是 妳要去幹嘛 妳要去哪裡 就覺得很難 那個藝力要很堅強才可以 妳自己公布好了 醫生 真的是三 兩年要熟練一個角色 就是不能去操別的偶 只能同一個 就是因為妳要習慣那個角色 所以妳要常去接觸他 然後練習他 要花兩年的時間 才能熟練一個角色 看來布袋戲操偶師 真的不是那麼好當的 但到底有多難 馬上讓醫生教教大家 體驗一下如何操控器偶 我先拿這一尊是什麼角色 這是我的自創角色 自創角色 可以自創角色 叫小卷太郎 小卷 小卷太郎 小卷太郎 很喜歡吃小卷 他感覺有點像日本風 他是英雄嗎 對… 也還好 因為是自創的 個性怎麼樣 個性 就紋身啊 紋身 十號正常的兒子 跟他一起看電視嗎 問太多了 問太多 來 試試看 來跟大家打招呼 然後 基本的嘛 基本就是 可以眨眼睛 然後耳嘴 嘿 唉唷 唉唷 眨眼睛 好帥 喂 哇 好帥氣喔 好帥 順著 然後他有 那是蘿莉塔的菜 花美花美 進階版的旁邊 是花美男沒有錯 唉唷 唉唷 哇 好帥喔 這滿 對 就是基本是這樣 這樣 這樣會很難嗎 會 真的喔 會 納豆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他有這個榮幸 能夠進入你自創的角色嗎 真的嗎 來 試試看 小心喔 這一尊很貴喔 食指伸進頭內 然後中指跟大拇指 掐住頭就好了 中指跟頭 哪個手指太抖 對 是不是手指肥短的 比較不能控制 我跟你講 不會 因為當初 你如果剛剛碰觸的話 一定會有這種情況 對 你只要熟悉就好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 木耳的頭這樣抓住嘛 然後這邊就勾住那個勾環 所以就抓我們就好了 我跟你講 太難了 從基本功啦 基本功來練 一生 教我們到那邊 好不好 來 還有另外一隻手 這個是 轉盤子 要先從轉盤子開始 這個有很基本嗎 好好玩喔 基本的 你等一下學就知道了 他只是這樣子 一隻鐵棒 然後就在那邊轉 OK 好棒喔 他有在看 他頭還要這樣子看一下 硬的硬的 好像他在轉一樣 好厲害喔 我要我要玩 淘姐 厲害了 這個盤子 這個小心 可以飆高音 讓他轉盤子嗎 好 來 小心 小心 不要故意打到麥姬 麥姬小心 淘姐有天賦耶 淘姐 這不是要把它 一要裝上去吧 你要轉到中間吧 來 給你轉到中間去 小心 怎麼可能 可以 用這個 這樣不是練右手嗎 對 右手 那左手 然後左邊也是可以用左手 可是為什麼轉盤子跟 這個有關係 這個是比較 這個也算是 傳統木偶比較基本的 雜耍之類的 所以他們都會 對 你好厲害 KEN哥直接找到那個洞 搓到裡面 好厲害喔 太難了 太難了 這個難了 你會 你來 好 抱歉 木偶進去的話 放 木偶進去怎麼樣 手要反的 你看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這個要厲害 那都很太厲害了 厲害了 好厲害 太強了 完了 完了 好厲害 雜耍嗎 雜耍 兩個 兩個 雜耍 厲害的 這算比較基本的 一些雜耍動作 真的厲害了 那這一根是幹嘛 基本上練習是 我們是先用手 下去習慣這個動作 他手指都很厲害 這一根是 這個是鋼筋 包一個軟的在外面而已 對 很重 實心的 對啊 實心 就是這樣練手指是不是 一步小學會砸到腳 好危險 好危險 你是不是等手 熟悉之後可以用膜操作 你膜我可以轉這個 對 我可以嗎 來一下 這超重的 真的假的 就是那種 甩進鋼 就收穫甩進鋼棒的動作 厲害 不錯 不錯 今天真的看到三位大學生 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其實就是趁年輕 有體力 有活力 有好奇心的時候 你盡量去探險 然後盡量發展自己的潛能 這點很重要 再一次謝謝這三位同學 謝謝 謝謝你們 也見 拜拜 大學生們真的很想搞清楚 轉開轉開 在名流界啊 這樣子就要 準備 哈哈哈 演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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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欣賞 海課不是流氓 名媛觀點來了 明晚11點 大學生